这球旋转效果比较好可以走比较远 哈喽大家好我是熊哥 在我们这个前几天的下班杯 我们的球友Sky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横移也叫站着游泳 那这是三十几年前的1986年 我那时候第一次还是业余选手的时候 因为跟菲律宾选手结缘 那时候他们教我打这个球 那我就在职业选手 当时职业老前辈面前打 他们说这不可能 那我打给他们看 后来大家去研究这个球 当然事后当然都知道 打中整颗目标球 因为我下左赛 大于桌面摩擦力之后 往左边走 也就是转动来改变我们移动的方向 那这是已故的老前辈张祺遥 他取的名字叫站着游泳 他比较有卡手 他觉得站着游泳往旁边横移 好很有意思的一个术语 好那你如果要打这个左赛的话 就瞄准目标球看到的左边 那至于要调整多少 就你的力量还有你的球杆特性 好站着游泳 那这个球就比较高杆点 很像Sky的那个上面的效果 那你也可以低杆一点往后拉 那如果低杆一点你可能要站着 好这整个整颗要站得比较高一点 难度当然比较高了 好你看只站一点点 应该讲说只往后旋转值不够大 因为这个球它贴颗心 如果说稍微没有贴颗心的话 你可能下的杆法会比较好一点 那可能旋转的效果会比较好 好这球旋转效果比较好 可以走比较远 那这要常练习的 那下左赛比较少打 下右赛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不过运气不错 竟然三个球都进 那这种东西它就是练习熟悉球离 然后再来一个什么 再来一个判断 你下的力量达了点 还有球竿的特性 要修正多少 好以上提供大家参考 很有趣的书 站着游泳 那好像我们站着很 好保重平安 我是王志胜 欢迎收看熊哥评告 点个赞 finde默奏 感谢 João